談的主要是基因檢測跟癌症精準醫療 那因為在健保署的規劃裡面 主要幾部的檢測大概都是跟癌症治療是有關的 2015年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精準醫療的一個原點 因為在這一年的年初的時候 華瑪在所謂的他的國情資訊裡面去提到精準醫療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在他的這一個談話裡面 他提到過就是未來疾病的診斷跟治療 必須要能搭配個人的一些特別的分子或基因的這個特徵 那特別他強調這些疾病裡面 Cancer跟Diabetes是兩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從2015到現在大概也接近10年的這個發展 產業上在這一部分的應用 癌症還是是一個最主要的 那因為他是以個人的這些資訊 所以我們有時候也常經準醫療是一種個人化醫療的一個 那我用這一張卡通圖稍微大概就是以帶回到腫瘤這一部分 來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上面那一邊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早期腫瘤的治療 走的是傳統的這一些治療或化療的方法 所以我們依照腫瘤的type 腫瘤的區別 有一些標準的肝癌來做治療 那以前有這樣的一個治療的clinical response rate大概25-30% 這個是過去我們在腫瘤這邊碰到的 那科學家在過去二三十年的研究 我們很清楚知道一本是同樣的腫瘤 每一個癌症病患或者是癌症病患裡面的癌細胞 它基因突變的特徵不會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如果有機會我們依照這一些基因的突變的特徵 把它分析出來 然後再依照不同的這一個基因突變的特徵 來搭配適合的治療的藥物 那這個就是精準醫療的一個基本概念 那從過去臨床的數據來看的話 這樣的一個response rate一般50%、60%甚至還更高 那這個就是我們稱為所謂的精準醫療的一個概念 那要實現精準醫療兩個重要的component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需要有叫Robust的這個基因檢測的這個平台 那這個就是NGSCutting在這個時間點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component 第二個就是說基因的數據當我們定序出來以後 這麼大龐大的這些數據分析 我們要怎麼去執行 然後要利用怎麼樣的方法來針對不同的這個基因的特徵 去給適當的治療的藥物 那這個就是後期也很多的這個科學在這邊 包括生物資訊、包括醫藥資訊 還有很多的資料庫的一個建構 那卡麥、NGS跟後面的這一些 那精準醫療才有辦法真正變成是一個prefix的一個component 那腫瘤的確是一個基因病變所引起的這個疾病 那幾乎在從正常細胞全縫到癌細胞 從癌細胞一路往下migrate 更惡化的這個過程裡面 基因的突變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component 那在過去的研究我們很清楚 癌細胞裡面的這些基因的突變 包括所謂單一個未點的突變 包括剛剛提到過的一些拷貝術的這個便利 甚至還有更複雜的就是一些conosome的一些translocation 那這一些不同的基因的突變 產生在重要的一些基因 不是每一個基因的突變都會跟腫瘤有關 那科學家在這個過去這幾年的一個研究裡面 萊克里大概差不多認為兩百多三百個或三百出頭的菌 他們定義一個我們定義一個所謂的dryver菌 那這些dryver菌的mutation 會導致正常細胞transform 或進一步往下migrate 或者是往下更進一步進到我們carsis 這樣的一個part 那這一些dryver的菌 不光只是帶於tumor的procreation 它也是我們現在在做 癌症在做治療一個很重要的一個component 那因為基因突變除掉少數是屬於遺傳來的 majority的這些基因突變是sorbatic mutation 也就是說是後天的因素所導致的 那因為後天的因素導致再加上一些tumor progression的selection的pressure 所以幾乎所有的癌細胞都有某一些菌或某一種 某一些菌的突變或菌某一些形態的這些突變 那這個就提供一個很好的一個optunity 我們可以透過檢測這些突變的基因 作為癌症早期的診斷 那因為突變是只有它癌細胞有 所以也透過特別的這個藥物的設計 那這樣的一個藥物的設計就只針對癌細胞有用 對正常的細胞相對它的副作用就小很多 那這個也是衍生出後面我們稱為所謂的 標把治療一個很重要的一個concept 那有了這樣的一個概念以後 在臨床的這個predx上頭 基因的檢測應用在整個腫瘤的全方位的照顧裡面 用的點相當多 那我用這一個圖來 summarize 從左邊那一邊過來 就是說在可能還沒有花病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一些risk assessment 那這一部分主要的概念是來自於我剛提到過 腫瘤likely大概有8-10%的癌症的發生是遺傳來的 所以誰帶有這些遺傳的這些基因 比如說像broker-1,2 比如說像leachy syndrome的這些菌 如果能在還沒發病之前identify出這些carrier 那可以做一些預防訓的這個措施 那這個是屬於risk assessment這一部分 那我剛也提到過基因的突變 maily是發生在cumorcell上頭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可以拿來當作一個early screening的一個stem 那這一部分是透過現在比較先進的這些技術平台 比如說像liquid biopsy-based的這些基因的檢測 加上一個所謂的high content的一個screening的這個概念 那可以用在early screening的地方 那第三個是用在精準醫療這一部分 那這個是現在癌症精準醫療的應用 這一部分是現在在整個NGS應用在精準醫學裡面 算是dream of chew的一個範疇 那待會我們會有蠻多的資訊在這個地方 那精準醫療的概念就像我剛提到過的 因為癌細胞的這些特別的基因的突變 那這些突變的基因變成是藥廠用來設計藥物 所以這個藥物對這個變換要有效 這個變換必須要帶有這樣的一個突變的基因 那identify 到這樣的一個突變的基因 這個標寶治療的藥物的效果特別好 如果沒有這樣的基因的突變是一樣 它效果相對是差很多 那這個就是精準醫療的一個fundamental的一個concept 那當然基因的檢測也可以用在prognosis 也可以用在後面的digital monitoring 那particular digital monitoring這一部分 也是一樣就是結合了所謂lequipology的這些檢測 那這個是基因檢測在這整個腫瘤 patient general上頭的一些應用 那我用幾張slide比較detail 來跟各位explore這樣的一個concept 那這一張就是我們談的就是剛談 Gymline的這一些screening 那腫瘤裡面likely有大概8到10個percent 實際上是屬於feminine hereditary的 那這一些這一邊的這個菌 跟剛剛中校長談的SNN的那些菌的mutation 有一些不太一樣的這些點 這些都是autosomal resistance的一些factor 帶有這樣的一個菌 它是increase它的這個cancer的這個instance rate 並不是100%一定會有 一本是像我們所熟悉的bracar-1、bracar-2 我們所熟悉的這些力氣心腫 跟correctal cancer之間的關聯性 所以有相當多的菌 我們define它 有一些菌我們很清楚它是high risk 有一些是middle to low risk 那這些在過去都文件裡面都已經有了 那不同的基因導致了這些腫瘤不太一樣 像bracar-1、2可能mainly是breast cancer orane cancer 那當然最近這幾年也發現 有一些pracar-1、bracar-1、bracar-1的產生 也是跟這些菌的mutation是有關的 那這邊實際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要跟各位談 就是說今天如果你要做一個screening 以腫瘤這一種來看的話 實際上不是單一個菌或兩個菌 這邊隨便列出來都是六七十個菌的這個 所以它的複雜度相對高 一個基因也不是只有一個位點或兩個位點 像這邊有很多的這些菌 像bracar-1、2一個基因可能有五千個位點 另外一個基因有一萬個位點 那這些到底突變在哪一個位點 那你要怎麼去檢測 所以這個就是基礎平台上的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剛剛在談的一個比較refast的一個sequence 這個pracom technology 這是第一個 跟各位強調的 第二個是 那這個基因有幾千幾萬個位點 不同位點的突變它的意義是一樣的嗎 實際上這個也是不一樣的 這個dependent這個位點產生 這個突變的這個位點 在這個菌的哪一個位置 它對這些基因產生一個什麼樣的一個impact 那這背後就有很多很多的數據分析的概念 很多的database必須要被引進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精準理療除了基因檢測以外 數據分析是另外一個複雜的一個component 好 那第二個跟各位介紹解釋的就是說 那基因檢測對於整個精準理療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所熟悉的癌症治療的發展 從傳統的化療 慢慢的大家熟悉到所謂的標靶治療 然後到現在的這個免疫治療 Shakefone的Inhibitor剛剛也提到過 還有現在進來的就是細胞治療 免疫細胞治療這一些都是 組織在引進到這整個腫瘤的這個精準醫療裡面來 那在這一些治療的策略裡面 實際上化療跟基因的突變的關聯性相對是比較低的 可是標靶治療、免疫治療跟基因突變的關聯性相對是高的 我們熟悉的標靶治療是在這個Signal Transition Pathway裡面的某一些重要的菌 這些菌的抿培訓會讓這個Pathway over activate 所以藥廠在設計藥物的時候是針對這些物理叫Target來做設計的 這個的概念跟傳統化療是不一樣 化療是依照癌細胞生長的速度的快慢 依照癌細胞裡面的一些代謝啦 一些調控的機制、Signal Cycle的這些物理的 可是Targeted Serum也是依照癌細胞裡面的這些分子的特徵來做 那當然在做設計藥物的時候 我的這個藥Target是一個Y-Type的菌 還是一個Mutant的菌 這個藥物對於這個Cancer治療的這個效果也相對就是說 需不需要apprise我精準醫療的這些基因檢測來identify你的Patient 那免疫治療是一個非常非常新的一個概念 那免疫治療跟基因的這個突變 它的關聯性到底是怎麼來的 我們知道免疫治療 它跟前面的化療跟標靶治療不一樣 前面的標靶跟化療是Targeted在Tune Cell 免疫治療的這個藥物實際上是要activate我們intrist的這個免疫的系統 讓我們的免疫系統去攻擊癌細胞 所以它的Target不完全是在Cancer Cell上頭 我們的免疫系統怎麼辨認癌細胞 是Based on現在的concept這個主要的概念是Based on 癌細胞因為有Mutation 所以它製造出來的Protein的Sequencing 跟Y-type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稱這個叫做Neo Antigen的這個concept 所以癌細胞如果Mutation越多 它產出越多的這個Neo Antigen 這個Neo Antigen就有機會 Trigger更多的這個Immune的Response 所以這個是一個 fundamental concept 所以基因檢測在免疫系統在免疫治療裡面 可以用在現在的這個所謂Chapone的免疫系統 也是在做所謂的Cancer Vaccine 一個非常重要的 Cancer Vaccine我們是希望所謂Customized Cancer Vaccine 用的這個概念就是Neo Antigen的這個concept 好 那所以Targeted Serum Immune Serum 跟Cancer 跟Gene的這個Mutation實際上是息息相關的 那這邊我拿一個example給各位看 這個是一個NTRK的這個Inhibitor 那這個藥在過去這兩三年得到美國FDA的這個Approve 那這個藥物的Approve 實際上是有一些我們稱為所謂的Tissue Agnostic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這個藥物它不是給肺癌、肝癌或某一個特別的疾病 它是給所有的Solid Tumor 屍體流 不管你是成年人還是小孩 你如果是實體流 你的腫瘤帶有NTRK的Fusion就可以用這個藥 那為什麼可以用這個藥呢? 因為這個是一個所謂的Clinical Study裡面的一個Response Rate 在腫瘤的藥物研發裡面幾乎很少很少看到 藥物的這個Profit是這麼的漂亮 也就是說達超過70%的這個Response Rate 可是你如果去看NTRK的這個Gin在不同腫瘤的這個Mutation的Incidence Rate 實際上是小於3% 那這個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假設 假設藥廠在做NTRK的這個新藥開發的時候 走的是傳統的Clinical Study Random Trial Double Blind Random Trial這個Study 你只有3%的病患有這個 實際上這個藥是不可能會通過的 可是如果你有檢測的方法 把這3%的這個NTRK 那些Politive的這個Patient Identify出來 你的Response Rate是高到70%以上 所以精準醫療的這一些Concept不光只是在治療上 它也改變了整個藥廠在新藥研發 也改變了藥廠在做臨床試驗的時候 如何把基因的這個概念給引進來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例子 那這個是免疫的治療 這概念已經跟各位解釋過了 T-cell Recognized Tumor的這個Neo Antigen 這個Neo Antigen by definition 是Tumor Cell 因為經過這一些Somatic的Mutation 所create出來的一些Ebitol 這個Ebitol是過去Y-Type的細胞沒有的 所以是我們免疫系統過去沒有Encounter的 那這樣的一個Immural Response 就是取一個現在免疫治療一個最重要的一個Concept 了解了癌細胞有什麼樣的Mutation 數量也好或者是Sequencing也好 對於後面的這個免疫的治療 不管你是走免疫的這個Checkpoint的Inhibitor 還是走免疫的Immural Cell Therapy Cancer Vaccine Neo Antigen的這一些概念是重要的 那就像我剛剛談的 精準醫療的這一些Concept 基因檢測蓋的整個Cancer Patient Management 從診斷到 從Risk Assessment 診斷、治療 那也影響到了整個藥廠的這個新藥的研發 那這邊我統計前面這幾年 過去來看的話 大概平均每年至少有40%的抗癌藥物 需要以基因檢測 來當作一個所謂prescribing的一個component 那所以這個意味 這一些我們就統稱為所謂精準醫療相對的這個用藥 因為在prescribe這個藥物的時候 需要基因檢測的資訊 來提供醫生做改善 好 那檢測這件事情在傳統醫院裡面實際上是每天都在做 那10年前、20年前、20、30年前實際上都已經有了 那精準醫療的這個世代 或者是我們稱為精準醫療世代 那基因的這個檢測就變得更複雜 那最主要的contributor 就是NGS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這個preform technology 那左半邊這個就是第一代的定序 右半邊illuminal sequence Semiconductor base的這一些sequences 這個就是我們稱為所謂的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的這個preform 它的差異點在什麼地方 Sender就是我們做完反應 我們一樣用四個螢光的顏色去label ATCD 反應完了以後我們用模式電容區分 那個sequence是非常有限的 近代的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的定序是在晶片上頭 這個晶片可能也是玻璃的晶片 可以是這種半導體的晶片 那晶片的數量 你在上頭能定基因的這個數量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這個就是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所以它速度快 它的成本低 然後它的靈敏度也增加 那這很多 然後它可以cover 你所想像的 我們剛剛提到過的 point mutation structure variant copy number of operation 所有的這一些genetic mutation 它都可以做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preform之下 導致這個是最近這幾年 我想精準也有發展一個很重要的一個component 那右外邊這個是NovaSeed的這個比較新型的這個機器 大概一個sequence 兩天你可以得到3000G 那這個3000G對各位可能沒有一個概念 可是你想想看 20年前在做Human Genome的時候 只有三個G的G的 G的sequence information 我們花了10年只處理了三個G的這個sequence 在實驗室裡面 我們一個禮拜 兩天到三天我們可以sequence完 Generate出3000G的這個sequence information 那當然後面的分析是另外一個 一個 所以這個support跟這樣的一個advantage 讓這層的精品與意料可以快速的發展 那最後我大概就用幾張 Internet取得這個development 來結束這今天的整個preditation 整個NGS24 Pro 從解體的處理到基因的定序 然後到後面的數據分析 那我一直在強調數據分析的這個重要性 是因為NGS產出了這個data的數據量是非常非常大 中間有相當多的位點的mutation 過去我們知道 有更多更多是我們過去完全不知道的 那這些數據你怎麼去解讀 解讀完了以後 它只是告訴你基因的這個突變的特徵 你如何連結到後面的治療 連結到後面的這個診斷 那這個都是屬於數據分析這一部分的一個compressive 那業界從大概過去這10年我想 整個NGS related的這個industry的發展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這邊只是商務來幾個一些example 這不是一個全部的 所以從最左邊這邊過來 包括data generation,the company,data analysis,the company,risk assessment,early detection,precedent syrupid 然後digital monitoring,有台灣的公司,有國際的公司 那這個大概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其中基因我們大概主要是以precedent syrupid到digital monitoring 這個是我們這個階段主要的focus 好,那除掉業界的這個發展以外 實際上我們來看就是美國FDA的這個companial diagnosis的這個發展 這個也是應徵,因為companial diagnosis 在整個分子檢測裡面算是最高標的一個標準 那大概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三個階段 就是大概2000、2010年以前都是傳統的ELISA、PCR、IHC、FISH 這些companial的檢測 2010到2015,PCR、QPCR這個就變成shtown 2016以後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的companial diagnosis 就是走NGS變成這個檢測 那上面藍色的這個是以tissue為主 下面這個就是一個equible archipase的一個檢測 所以這個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出這個一個發展方式 那這一些是國外的一些company的一個檢測 這個我大概就給各位看 那另外一個就是equible archipase的這個檢測 這個也是未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發展方向 就是癌細胞的DNA 癌細胞死掉 在我們體內如果有癌細胞 這個癌細胞死掉以外 這個DNA就會釋放到security裡面來 我們稱為seal-free的DNA 那這個paphone technology 就是我們稱為什麼 liquible archipase的這個technology 釋放出來的DNA量非常非常少 可能千分之一可能不到千分之一 所以你要用什麼樣的prefume technology 在一個血液裡面那麼多的這個DNA come from normal cell 只有0.1%是come from chemical cell 你能identify出來 那這個是liquible archipase的一個prefume technology 這個應用非常多 從早期的診斷到提供預防或監控治療的效果 到疾病復發以後 我們可以採取做檢測然後了解 復發的這個腫瘤細胞基因的特徵 給它下一個用藥 可以作為指定的這個監控 那這一個paphone technology 也不是只是在concept裡面 因為在一些公司開放的產品 已經都是拿到美國FDA、IBD的status 甚至有一些已經是進到了companial diagnosis 所以我前面的那個table 秀給各位看了 OK好,我想我今天大概就停在這個點上頭 就是今天主要samoride 就是基因檢測在腫瘤的應用時間 已經是跨得非常非常多了 從前面的prevention 到 early screening 到 treatment 到 monitoring 那這個在整個的應用端是相當的sure 那這個可以驗證在後面 各式各樣不同的botech company 就能到這個feel裡面來 也看到了美國FDA在過去這幾年 他們approve的這個IBD的產品 competive technology的產品 幾乎靠得了我們剛所談的這個範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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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e 感谢观看